今天阳光明媚 我坐在前往火神山医院的班车上 途中经过了无产对面的鞋盒 途中对面的同济 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岳户桥 突然意识到原来这是我的家乡 熟悉而要陌生 进到ICU病房后 我熟练的穿上防护服 刚好遇上饭点 或是让我顺路把病人吃的饭带进去 然后里边我能放 往地上放是吧 可以 走就可以了 喂喂 好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马上区 手上提的是里面病人吃的饭 然后我现在已经有点闯不过去了 这是病人的饭 一进到ICU 就得知一名护士 因为身体不适 刚去外面休息 从手走的 刚走 这种情况 在高强度工作的ICU里面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网络的重症病房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 紧张 但有序 然后那个新年间护士医器上面 像是一些什么 金绿羊宝 呼吸 然后还有嘴 这上面都会显示 这个人呼吸机它功能也蛮多的 是有创呼吸机 无创呼吸机 也是一个就是高流量给养的一个 一个仪器 95号呢 97的 让我惊讶的是 这被对答如流的护士 仅仅23岁 看你眼睛起味 能看得清吗 看得清啊 看不清 没想错吧 就看得时间久一点呗 一 二 话语中夹杂着一些智能 但工作起来 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气 熟悉自己的父母 他们的回答 都出奇的一致 我姐跟我说 我妈在那儿做了一天 就等着我视频了 就是我平时上班时间都是知道的 那天我好像是12点就下班了 然后他们就知道我下午都下班嘛 但是那天太累了 我就没找他来 结果晚上差不多七八点钟了 跟我发消息 说我妈坐在那边等了我 一晚上没等到我视频 比如说突然有个咳嗽什么的 那视频的主题呢 就变成盯着我吃药 必须就是看着我喝 喝不完事情不准化 因为她说我在这儿嘛 必须得保护好自己啊 而且我今天看 因为那个药确实是蛮难喝的嘛 所以我跟她说过 我说我跟她说过 我说那个药不好喝 所以就是 只要我 就稍微一咳 所以怎么了 她就必须盯着我把药喝了 我跟她喝等会儿喝都不行 有几年 有几年 自己告诉了我爸 没有告诉我妈 我怕我妈受不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我妈才知道 所以那婆刚好 又爸打电话 然后我妈就在旁边 然后就听见 然后我妈妈才知道 你这是瘦 因为我给你带很好 反乎在父母眼里 他们还是墙包里的孩子 而实际上 他们已经披上战衣 学着大人的模样 在拯救生命 我刚出去吃了一个小蝴蜜 不知道我怎么吃了 今天辛酸 可能是因为鸡鸡肠 我估计的 然后吃了一点 我感觉真的滑了一会儿 感觉 心脏毁了的这种感觉 感觉好多了 刚刚吃辛酸 一口都要炒个水器 好的 生煮的时候 看着要点烧果 您烧果啊 您烧果啊 您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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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您烧果 您烧果 病房里的一位老人 对孙卿印象特别深刻 亲切地称她为小僧姑娘 您好了 我好了 你休息哈 你搞病了 我妈出去 也许 她细心地照顾 让老人家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今天她本身不好 她还要为我服 我都赶快你休息哈 你搞病了以后 我们就跟不好办了 快下班时 老爷爷把她的手机号要了过来 表达感谢 你玩威力吗 我不玩威力 好的 那我下班了 你明天见啊 明天见 你要好好 注意身体 我们不管你搞病了 对不起 那不会 那不会 明天见啊 明天我还来了 这些人 都是你们给了我的生命啊 哈哈 不是原来 我都不得说 我一死会 一死一回的 是你们又完成了我第二次生命 谢谢你们啊 这名退伍老兵慢慢伸出颤抖的右手 向我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令 曾经 你用生命守护祖国 现在 请允许我们 用生命 守护你 四五个小时的压迫 四五个小时的压迫 脱下护目镜和口罩的那一刻 那时候才是最爽的 全世界都是我的的感觉 哦 哦 太爽了 哈哈哈 看你的眼镜呢 可以明显看到我的手掌和我的这个 手盖颜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看你戴眼镜就是熟悉的你了 别引起来都有点陌生 尽量尽口 尽量尽口 由于长期戴着口罩 他们竟然根本不认识我本来的样子 尽量是你这身衣服 哈哈哈 刚出病区 格雅芳就连蹦呆跳地冲了起来 大家也一路小跑紧随其后 别放在车上等我们 快点 他们此刻 就好像释放出了心中的小宇宙 无忧无虑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在班车上与佳人视频 互相吐槽着穿防护服时的种种情形 他们仿佛已经忘记了身上的疲惫感 带着脸上的压痕和劳累的身躯 他们进入了梦乡 梦到了这座城原来的模样 也希望这一天 不会太远 不愧的平凡 此心此生如恨 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点or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